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聊天截图显示 当事人陈某疑似为中国电科 成都区软件开发事业部的员工 因为领导安排他在清明假期加班 而暴怒 称自己和全部门同事 整月早晨8点上班 晚上11点下班 已经严重违反了劳动法 目前当事人陈某自述已经离职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回复媒体查询时表示 网传微信群聊天记录 所设单位和人员 不是集团公司所属成员单位和员工 四川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网络曝光的情况 他们正在与成都市总工会 深入开展调查复合工作 如果确实存在违反劳动法的情况 将采取措施 坚决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他们还将积极介入涉事企业 敦促企业 开展集体协商 聆听职工的心声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法国总统马克龙 5号下午乘专机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三天的对华国事访论 他在法国驻华大使馆 发表讲话时表示 欧洲绝不能在经济领域 同中国脱钩 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 使得中国能够 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作用 因此与中国对话至关重要 下午三点左右 马克龙的专机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飞机头部挂有中法两国国旗 舱门打开后 马克龙缓步走下前梯 随后一行人乘车离开机场 转赴法国驻华大使馆 抵达失本后 马克龙向法国乔团发表讲话 他表示 当前关于东西方关系紧张的言论 甚嚣尘上 自己不愿相信这种紧张局势 会无法阻挡 事件没理由陷入两个集团对立的逻辑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法国应该在中美之间保持同等距离 马克龙还说 欧洲绝不能在经济贸易领域 与中国脱钩 在俄乌冲突方面 马克龙表示 与俄罗斯之间的密切关系 使得中国能够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作用 因而与中国的对话至关重要 这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 第三次到访中国 也是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内 首次访华 此次阵容庞大 法国经济 文化 外交和农业部长 都配同抵达 代表团还包括60多位生计领袖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此行是马克龙 继2019年11月后再次访问中国 他还要请了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莲一同访华 试图展示欧洲的一致声音 据中法双方此前发布的消息 周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马克龙举行会谈 将就中法关系未来发展 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周四下午 习近平将同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边会谈 在这个周五 马克龙还将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 中法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推动紧密持久的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新的成果 为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马克龙这次还邀请了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一同访华 意图在乌克兰问题以及中欧关系上 展示欧洲的一致声音 从行程上来看 中法欧三国领导人将会在周四下午 举行三边会晤 不过除此之外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将会各自展开访问行程 据欧盟方面发布的消息 冯德莱恩在周四上午将会同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及欧洲企业家会面 之后将会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谈 并共进午餐 在周四晚间 冯德莱恩还将会在欧盟驻华使馆召开记者会 总结这次的放华行程 放华卫视 小文 周明亮 北京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同时开展中国之行 这是中欧关系交往史上的第一次 也是过去几年处于低迷的中欧关系的一次突出亮点 我想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战争颠覆了国际秩序 特别是欧洲人的心态和立场 一方面欧洲放弃了以前和俄罗斯斗而不破的关系 拉夫罗夫日前已经把欧盟定为不友好国家的联盟 另一方面 欧洲也放弃了以前与美国之间的许多矛盾嫌隙 加强了北约政治军事同盟的力量 还有一方面 就是在原来的中美欧三角关系中 美欧明显的越来越节奏同步 第二 尽管如此 曾经声援北约已经大脑死亡的马克龙 他在内心里依然是不情愿对美国一步一去的 还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几次提出了 被认为很有绥靖色彩的促和建议 在对华态度和政策方面 法国也是依然保持自身的立场 那么这次法国总统府公报就显示 战略问题经贸务实合作以及应对全球挑战 将是马克龙此次访华的三大重心 当然了他也会顾及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所以他在访华之前还要和拜登同个话 第三 这次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连妹访华 既要凸显对中国的重视 也要显现欧洲 欧盟外交的一致性 展示一个统一的欧盟形象和立场 他们两人在来华之前 专门在爱丽舍宫会面 那么如果说是要协调访华期间立场的话 他也说明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听到在访华之前的讲话当中 冯德莱恩就说中国 他声称是中国是试图改变国际秩序 还说中国不再是改革开放的国家了 而且还暗示说在最坏的情况下 欧盟可能不再谋求和中国达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贸易协议 他讲的是不是中欧投资协定 这拖延了好几年了 那么第四就是有外媒认为 马克龙与冯德莱恩他们对话态度不同 说两人代表着不同的思路 冯德莱恩是讲话内容清晰不存幻想 而马克龙似乎显得有些天真 比如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企图对中国的俄罗斯政策有所影响 不过既然马克龙明明知道 冯德莱恩对话立场比较强硬一些 还要和他一起来 我觉得他们两人就要进行一种搭档配合 也说不定 显示欧洲一致性 那么另一方面 其实尽管冯德莱恩对中国的批评似乎比较直爽 但这位欧盟委员会主席 在访华之前 也说欧盟不希望与中国脱钩 而是要通过平衡与中国的关系来脱险 总之呢 他们这次联媒访华 也可以说对中国进行一次实地考察 同时也对他们在中国的企业进行座谈 不过怎么样吧 都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 来探索如何和中国相处 好 看看在俄乌战事方面 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说 乌克兰在一架无人攻击机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 最后之后呢 这个俄方官员就指责 乌方是意图袭击核电站的设施 俄美5号援引俄罗斯官员指 一架乌克兰军方发射的无人攻击机 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坠毁 扎波罗热俄控行政机构官员罗格夫表示 这架由波兰制造的无人机被俄军利用电子干扰手段击落 坠毁在距离核设施数米外 驻守核电站的俄军分队指挥官称 这架无人机重量超过两公斤 无人机碎片的分布位置显示 本次攻击的目标是核电站基础设施 他并指责乌克兰当局再次试图使用波兰制造的无人机 攻击核电站 丝毫不顾忌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 正在核电站内工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上月底到访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 并定于5号前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 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俄乌两军在巴赫木特激战数月 乌克兰否认俄方已攻克巴赫木特 但承认至少一半区域目前在俄方控制下 在位于巴赫木特以南 约50公里的诺夫哥罗德西克 乌军潜伏于战壕中侦查俄军动向 一名步兵指挥官表示 俄军会在夜间悄悄潜入 开火试图消耗乌军力量 之后根据情况进一步推进 而乌军则尽量让俄军靠近 之后就能更精准地进行打击 乌克兰军方此前表示 随着西方援助的新一批武器逐步交付 乌克兰的反攻即将到来 美国国防部4号就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 价值约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并额外提供21亿美元资金 用于从军工行业购买军事装备 提供给乌克兰 对此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方面表示 俄罗斯将此举 视作走向冲突升级的一步 指责美国意图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 真正目的是将乌克兰变成 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永久策源地 另外 西班牙就宣布 承诺向乌克兰运送的 六辆鲍二主战坦克 将推迟到4月下旬发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 抵达波兰首都华沙 开始对波兰展开正式访问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 会向乌克兰再提供 多6架米格29战机 一共是14架米格29战机 泽连斯基则表示 如果乌军在巴赫木特 有被包围的风险 将做出相应的决定 波兰总统杜达 当天在总统府外举行仪式 欢迎泽连斯基夫妇到访 仪式现场演奏两国国歌 泽连斯基和杜达 还共同检阅波兰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 杜达又在总统府内 举行授勋仪式 向泽连斯基授予 波兰最高荣誉勋章 白鹰勋章 波兰方面此前表示 泽连斯基此访体现了 波兰两国相互信任 以及乌克兰对波兰 和波兰人民的感谢 除会见杜达外 泽连斯基还会会见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 访问波兰期间 泽连斯基与波兰方面 就俄乌战事发展 国际社会对乌援助 以及乌波双边经济合作 等议题进行沟通 此外双方还将就乌克兰粮食 扰乱波兰粮食市场问题 展开讨论 连越来大量乌克兰粮食涌入 包括波兰等五个 中东欧国家市场 导致当地粮食价格下跌 引发当地粮农强烈不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 5号继续在布鲁塞尔 举行会议重点商讨 调整国防开支 北约外长会议第二天 继续商讨俄乌局势 调整国防开支等议题 预料将在7月 于立陶宛举行的 北约峰会上 敲定国防开支目标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当天还会见了日本外相 林芳正 新西兰外长马虎塔 澳大利亚驻北约代表团 副团长达顿 和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李杜勋 商讨北约与印太地区伙伴国 如何合作应对地区安全挑战 北约还同四国 就网络信息安全等多领域深化合作 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北约峰会上 那么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的政府首脑 或者国家领导人 都参加了这次峰会 那么7月份 在维尔纽斯举行峰会的时候 这四个亚太国家的领导人 还是要再去 这说明什么呢 很清楚 说明北约 用俄罗斯的话说 它不仅是扩展到东欧 而且要扩展到亚洲 那么斯托尔滕贝格 这次会见四国外交部的 领导人的时候就说了 他说我们高度重视于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和日本等 印太伙伴的关系 他说在一个更加危险 两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 很明显 安全已经不仅仅是地区安全 而是指全球安全 所以他说 你们所在地区发生的事情 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 对欧洲来讲很重要 而欧洲发生的事情 对印太地区也很重要 这就是把欧洲和印太地区 就直接就挂钩 联系在一起 而且他说 乌克兰战争及全球影响 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又拿中国说事 他说事实上 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 站得更近 这使得我们作为合作伙伴 作为北约盟友 更应该站在一起 说我和各位所代表的国家 你们都是北约重要的 合作伙伴国 站在一起很重要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北约是很明显的 蓄意的把欧洲目前的这种战争 和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形势 是挂钩 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种趋势 过去一年多是非常明显 所以呢 3月22号 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当中的第九条 就这样写的 说双方敦促北约恪守作为区域性防卫性组织的承诺 呼吁北约尊重他国主权安全利益 以及文明多样性 历史文化多样性 科幻公正 看待他国的和平发展 双方对北约持续加强 同亚太国家军事安全联系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表示严重关切 反对在亚太地区拼凑 封闭排他的集团架构 制造集团政治和资源对抗 这是中俄两国的联合声明当中 明确写了这么一大段 两大段针对北约 他的东扩扩到亚太地区 确切地说不但中国 而俄罗斯也是一个亚太国家 他的远东地区 就是太平洋地区的北边 所以他也是太平洋国家 在这样一来 正如北约他们所说的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不但在欧洲 特别是在亚洲 所以说现在亚洲的这几个国家 所谓作为北约的伙伴国 他们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的 这个多边的对话 其实就是向中俄所表达的 拼凑排他性的集团架构 制造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现在请看 凤凰文时记者报道的其他 重要表里新闻 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斯 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洋 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将于6号在北京举行会晤 在中方斡旋下 为两国外交和解制定下一步计划 报道称 双方将在会上商讨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重开大使馆任命大使等安排 西洋系人士指 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会晤地点 是因为中国在伊沙两国达成 恢复外交关系协议 增进两国沟通方面 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中方的调解下 伊朗和沙特在3月10号达成协议 同意恢复中断了7年的外交关系 而这也将是7年来 两国外长的首次会晤 在美国因为封口费一案 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当地时间4号下午 结束出庭审讯之后 随机离开纽约 乘四人飞机直奔 其佛罗里达州的住所 海湖庄严 并且发表了公开讲话 特朗普入场后 现场一片欢呼 他沿路与其支持者握手示意 特朗普的一众家族成员 也集体登场 包括两个儿子 小唐纳德以及埃里克 二女儿蒂芙尼 不过大女儿伊万卡并未现身 反而是共和党众业员 格林紧随其后 特朗普在众人的拥促下 走上讲台 台下其声呐喊口号 特朗普以他的失望 作为开场白 控诉从未想过 如此不公的政治迫害 会发生在美国 特朗普批评民主党 持续监视他的选举活动 用大量欺诈性的调查 作为攻击省段 他细数针对他的指控和调查 包括通俄们 通乌们 海湖庄园机密文件调查案 两次弹劾案等 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选举干预 是前所未有的 斥责民主党 无法通过投票箱取审 便试图利用法律 打败他以及共和党 特朗普批评曼哈顿地检官布拉格 是一名泄露大陪审团信息的罪犯 应该受到起诉 也批评主审法官梅尔昌 对他存有偏见 特朗普期间还从经济 核战争等方面入手 列举拜登政府 以及民主党的失败 不过由美媒进行事实核查 指出特朗普做出多项虚假声明 如特朗普声称 美国几位前总统卸任后 同样取走了数百万份文件 但事实是 相关文件都由美国国家大案权保管 凤侯医师综合报道 特朗普到纽约的法院应讯 这在美国各大媒体 大报小报都是头条新闻 成了全美国民众围观的 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那么在世界上 当然也是一个 比较引人瞩目的新闻 因为特朗普他在整个的 这次的政治豪赌中 他的胜败将对美国的政治制度 或者政治生态 会有重大的一种影响 那么这次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不断地 按照自己的这种思路 来炒作他的这次应讯 而法官方面 也针对他的这些所谓的反击 和在外面的道德舆论 来沉着的应对 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达到了自己的一个目的 最首要的目的 就是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 而且由于媒体对他的关注 吸引了美国 全美国人的这种眼球 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共和党内 他和其他的一些人相比 他也是大大的领先于 其他的人的支持率 大幅的上涨 特别是被看好 是他的挑战者的德桑蒂斯 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他本来还带领一些人 去支持特朗普 但实际上他是想 借着特朗普来抬高自己 或者最后能够作为年轻一代人 把特朗普带下去 但目前看来 特朗普还是意气风发 他在海湖庄园发表的演讲 大骂法官检察官 痛骂一顿 并且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想 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就是想在选举当中 不让我出来第三次选举 但是问题是 他到下次共和党提名 还有17个月 这17个月 他到底是能不能够 一直把握住 他现在所掌握的一些支持 还很难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他一直获得支持的话 那么他在共和党内 这个就会引起不同的一些效果 确实地说 他可能压上共和党 在这个下次大选中的 所有的一些利益 他自己创造一个词 叫Mega共和党 Mega共和党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Mega共和党 他这些支持他的共和党人 如果确实一直在占上风的话 那么可能 其他的共和党人 就会全力推出一个人来 而不是多个人跟他竞选 多个人跟他竞逐提名的话 他占优势 如果对方推出一个人来 这是一回事 然后如果对方推出一个人来 在共和党内获得提名的话 这特朗普有可能 他就搞独立竞选 那他又会带出 另一批共和党内支持他的人 所以说这样的话 他很可能 就是把共和党的前途压上去了 造成共和党的分裂 当然美国的政治 现在已经分裂了 好 说到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 将在11号到14号 访问爱尔兰和北爱尔兰 以纪念北爱尔兰和平协议 签署25周年 并且访问他的祖籍故乡 白宫声明表示 拜登将在11号到12号 先访问北爱尔兰 以纪念贝尔法斯特协议 签署以来的巨大进展 同时强调 美国愿意支持英国 继续管理北爱 这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地区 1998年 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军 达成了贝尔法斯特协议 这是北爱尔兰和平 习议成一个 和平进程当中的 一个主要的里程碑 也结束了北爱尔兰 30年的流血冲突 保障了当地几十年来的 和平局面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外拥有爱尔兰血统的拜登 还将前往爱尔兰 盗绑都波林 及两处故乡 劳斯郡和梅奥郡 最后请您论 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尼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